虽然英语绵绵却交不习居民的热情 新北市议员刘哲章 携手玫瑰社区发展协会 国际师子会300B2区 26号上午在玫瑰社区篮球场 共同合办跳蚤市级公益园游会 现场热闹滚滚 玫瑰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陈世祥表示 这次的活动得到了众多单位的大力支持 不仅促进了社区内的交流 更为了学校校庆筹措金费努力 非常感谢参与的每一个单位 感谢我们的中信房屋 赞助我们的香肠800条 以及我们的冰淇淋 强新会赞助冰淇淋 以及我们的爆米花棉花糖都有 这次活动主要是帮我们双城国小 目无60周年的校庆的经费 很感谢大家今天的利益 虽然今天风雨比较有点下雨 大家乐趣不便 一起把这个活动办好 新北市议员德志章表示 自从轻轨开通以来 安坑的交通更加便捷 为社区注入了新活力 期待透过这样的热闹活动 能够让更多人认识安坑 进而促进在地经济的发展 当地居民因为这个捷运 去上班去上课 那也越来越多其他区的好朋友 来到这个安坑来观光 所以我们希望说捷运来了 这条不只是入住的捷运东西 也是观光的捷运 我们希望能够带动地方的经济 带动地方的观光 让安坑能够变得更好 这场跳蚤市级公益园游会 有各式各样的摊位 吸引了不少居民和游客前来参与 尽管天空飘着雨 但现场的热情和欢笑 让整个活动充满了温馨与正能量 也为社区带来欢乐 更彰显了大家 齐心协力 共同努力的精神 记者陈小淡采访报道